这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 也是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它不仅粉碎了日本想要三个月灭亡我国的狂妄计划 甚至还被国外史学家评为了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自1931年 日本在我国制造了918事变以后 便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 建立了为满洲国傀儡政权 从我国掠夺了大量资源 这使得日本对我国更加的充满了狼子野心的侵略欲望 特别是我国的上海地区 作为长江落海口最重要的城市 也是通往我国内陆的门户所在 这里不仅十分繁荣 而且我国当时的大部分重要工业都集中于此 所以也导致上海一直被日本所亏计 于1932年 日本在上海制造了128事变 意图全面侵占上海失败后 仍是贼心不死 一直在暗中谋划对上海的第二次侵略 直到1937年7月7日 日本又无耻地在我国制造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后 借此对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这也让日本看到了第二次侵略上海的机会 于1937年8月9日 在上海虹桥军用机场外 一名中国士兵正在站岗直勤 而此时的日本 已经侵占了我国的北平以及天津 随后又沿着京浦 平汉 平随三线扩大侵略 虽然上海明面上还保持着平静 但暗地里不安的情绪已经胸巢涌动 而就在此时 突然有一辆日本汽车 朝着虹桥机场猛烈地冲了过来 试图强闯关卡 直勤士兵前去查看 发现此辽居然是一名日本中尉 执勤士兵立马警告对方 此地禁止日本与他通行 但这名中尉却无视警告 继续倒车 并再次冲撞关卡 甚至还率先拿出武器 试图进行攻击 却反被击毙 于是冲突发生 随后 日本以此为借口 开始增兵上海 并要求我国撤出上海 我国不允 于8月13日 日本率先向我国守军开枪挑衅 并在坦克的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 于是 为了在日本大部队援军到达之前 就把住户日军赶出上海 也为了保障长江上游 离上海仅300公里的南京安全 还为了向全世界展示我国的抗战决心 于是 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 战斗最惨烈的松户会战正式爆发 在全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 于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 宣告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必有侵略 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向日本发动了总攻 随后 有受过德西训练的第88条整师 率先赶赴战场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抗日先烈 仅凭落后的装备和蒸蒸铁骨 与日寇作战 用血肉之躯来建筑防线 哪怕是面对日寇的装甲大炮 也毫不退缩 虽然先烈们视死如归的奋力战斗 但在面对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准备 和海陆空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 再加上日本不停地进行增援 致使我国抗日部队 并没能第一时间把日军赶下海去 而是与日本在上海市区陷入了苦战 到8月23日 日本松井石根 再次率两个师 从川沙河口 狮子林 吴松一带强行登陆 与我国第九级团军 以及十五级团军围绕宝山 岳浦 罗电 温枣邦等阵地 爆发了惨烈战斗 虽然日军有大量坦克 海军火炮 以及飞机的支援 但仍然没能突破我军防线 我军依托战壕和城市布局 甚至是反复白任战 大量抗战先烈 哪怕是弹尽粮绝 也依然誓死不退 战至9月5日 日军又集三十多艘军舰 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 我国第十八军 第583团三营500名官兵 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 与日军浴血奋战两个昼夜 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除一人受命突围 向上级报告军情外 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在侵占宝山之后 为了打开一个维持后勤的通道 右沿保罗公路对西面九公里处 正在基站的罗电区域进行了增援 我国第十八军及74军 在这里与日军展开了 松户会战中最为惨烈的拉锯战 在这场战役中 罗电曾挤度一手 我军为了守住罗电 想尽一切办法 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 与拥有海陆空绝对优势的日军 血战37天 几乎是一寸山和一寸血 此战后来更是被称为了血肉末房 战至10月1日 松紧十根舰从侧翼包围中国军队的企图无法实现 于是又决定集中兵力强度温藻邦 向罗电南面12公里处的大场防线进攻 在这里 我军与日军进行了长达三周的残酷城市战 日本久攻不下 伤亡惨重 最后只能调来上百架战机 以及大量火炮和坦克 对大场防线进行了狂轰乱炸 这时我军防线被打开多个缺口 但我军仍然没有后退一步 用手中仅剩的武器反击日军 最后甚至是与日军进行了白刃战 血战三周夜后 因伤亡实在过大 不得已于25日被迫转移 大场失守 全线撼动 我国守军只能退至第二期的上海西郊防线进行防御 虽然上海市中心已经失守 但为了向全世界表明我国的抗战决心 第88师无二师团第一营加强营 被单独留守下来继续抵抗 该营兵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 和五次补充兵员 仅剩下414人 他们撤退到了四航仓库 将与日本王牌军第三师团 进行松户会战中的最后一战 这里与英美的公共租界紧一合之隔 大量外国人都目睹了这一场惨烈的战斗 从10月27日起 日本就用海军炮兵包围了四航仓库 然后与我国守军进行了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 但不管日军是用步兵 还是用坦克 甚至是炮火轰炸 都没能战胜我国守军 最终于10月31日 在国际介入下 我国守军撤退到了上海公共租界 这一战 我军总牺牲19人 击毙日军200余头 这不仅重振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是我国人民抗战史上不可抹去的深刻回忆 四航仓库保卫战结束以后 日本又在上海市中心以南40公里处的金山内 登陆了第二支入侵部队 这让松户前线的日军兵力增值到了27万 见此情况 于11月8日晚 上级下令进行全面撤退 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 分两路退向南京 苏州至嘉兴以西地区 由于命令仓促 只会失控 这一次大撤退 结果演变成了全面大溃退 11月11日 日本开始向南京进军 当日 上海市长于鸿军发表告示明书 沉痛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县 至此 松户会战到此结束 这一战 我国参战军是超70万 伤亡人数更是达到了25万余 其中牺牲校尉及以上军官近千名 少将以上高级军官十一名 可谓是惨烈至极 而日本方面 则是总参战22万头 伤亡达9万余头 这一战 我国虽然战败 但无数抗战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 为中国民族工业内签争取了时间 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 我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坚定立场 在松户会战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当中 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 我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 亦绝不终止抗战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 整个民族都决心以全面的牺牲 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大人最为悲犯的决定 这决定我们都决定了 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 这决定都决定了 这决定都决定了 上决定都决定了 打人完整 车 我们决定 这个网就决定了 安靖 出来的有无契党 安靖赵明亮 安靖六贵墨 安靖六贵墨 不配抗党孙党大 安靖 不要对冲我 不要 他那边 赶走啦 我一切一切 我靠我好感动